我曾经的八一少年队赶上了 李柔哲教练 刘国家赤头 孟建武 尹怀荣他们 如果不是这些赤道 赶上像徐根宝这些孙子 什么延维寺这些孙子 完蛋 你就一万劫不复 你只会喝酒 只会拍马屁 只会给他们送礼 只会被他敲脑壳 只会他们来去算命 徐根宝去比赛之前 奥运会选选赛 我们全队给弄到五台山 钻佛母栋去拜佛 这就是中国你们现在看见 所谓的培养情绪的教练员 所谓的你们的情绪教父 这就是共产党